那么在这边底下呢 那我们要把第一个代码跑起来 那我们怎么跑 第一次跑这个代码呢 那么其实REAC的安装方法有几个 第一个是逐个包的安装 那逐个包的安装的话呢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 这里面呢 首先有一个叫安装这个 要就是通过通过单个包的安装 那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node有没有安装上去 果然不是 那npm就更不是 好吧 那这个不是的情况下 那怎么办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去安装node.js 你要安装node.js的话呢 就在这儿去下载 果然没有 然后在node.js里面 这时它会让你下载 你可以看它有一个10.15.3 这是稳定版本 然后这是最新版本 所以我们装这个稳定版本 这个在view里面 我们都装过 然后这里有一点在安装的时候 要把这个东西拿掉 关掉 因为它安装完了以后 那个pass是没有的 你到时找还是找不着 等安装完了以后才能找到 好 这已经安装完了 安装完了以后的话呢 这是我们再去 按照刚才的这个系统 然后 还是在这儿 你关联人身份运行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下node的版本 这个时候说明你的node已经装完了 node装完了以后 npm有个东西应该已经有了 看见了吗 6.4.1 也就是说你打完这两个东西以后 说明node已经有了 npm已经有了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装另外一个东西 叫cnpm 这个要说一点啊 因为某些不可以说的原因啊 就是你在npm在运行的时候 他会到远端的某些服务器去下载 而某些服务器是会被绊掉的 也就是说你呃 就是去访问那些服务器啊 当然按我们国家外交部发言人讲的是因为网络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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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协议不兼容啊 当然这个你自己看你要不要相信这个理由了 反正就是有一些国外的服务器你是访问不了的 呃 那么而且他的访问速度也会比较慢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一般不用npm 我们一般用cnpm cnpm跟npm的唯一区别是啥呢 就是他访问的服务器呢 是访问国内的 这个来讲是淘宝团队 就是中国阿里的这个淘宝团队 他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每次安装都非常慢 所以后来呢 他们就把所有东西扒下来 在国内做了一个印象服务器 这个其实来讲是这样 那所以我们要安装cnpm 那么cnpm怎么去安装呢 这底下有一行 啊 我在这 我在这呢 这底下有一行 把这一行那个拷贝下来 啊 这个看一下这点对不对啊 要不对再说 算了 还是敲吧 这个 npm install -g -g是全局的去安装 如果不是-g的话 他只安装在当前文件夹底下 然后registry registry 然后等于http 啊 冒啊 s冒号杠杠 啊 然后registry 啊 点 npm 点 淘宝 点 org 然后这个呢 需要一点时间 他会去安装 好 那么安装完这个东西以后呢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单包安装 单包安装是怎么做的呢 比如说我们进入 呃 desktop dr cd 呃 这个reg activecode dr 然后在cd001 在001里边呢 我们先建一个呃 01吧 makedr 啊 01 好 cd01 不是我们因为还要记一个02 因为都是第一天课嘛 在这里面呢 首先我们要给大家演示 我们如何去安装已有的react包 当然来讲 你可以直接在安装完了以后 只把那几个js文件提取出来 也可以啊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除此以外的办法呢 我们也可以安装 安装完了以后 直接在这用 在这引用也可以 那么它的命令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cnpm install 或者就写一个i react react dome 和bible stand 呃 standalone 我们看cnpm 然后这个一定要在这个文件夹底去操作啊 install写个i 然后react 然后 好 那么做完这个以后呢 你dl一下 你看它会生成一个新的叫nodemodules出来 你点进去看一下dl一下 你看react装了好多东西 然后你从这出来哈 不能在什么 一定还在0一底下 然后在第二个这个地方呢 你再装它的这个down 这个我要说一下 cnpm i-react-d 其实表明的是 呃 在本地要去做一些东西 然后它会往package json里面写点东西 好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要装这个bible 呃 我看一下拼的对不对啊 bible 啊 standalone stand stand dl n1 好 那么现在来讲 这三个包全都装齐了 那么装齐了以后呢 那么现在在这儿 我们dl一下 你看可以有这么一个东西 而且有个package json 那么我们用最原始的一个方式呢 我们先刨起一个 hello world的页来 啊 这个页跑起来以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啊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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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